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胸外蒙美女所缠迷而处于蒙昧盲目之中 这些美女的幕后推手的思维却是很清晰的 她们把自己操得意味的过期黑木耳之类镜头前骗取诸位的善解和粉糙 何谓美 红纯念末不是美 充实之谓美 何谓大 深沟风波不是大 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 现在能够真正散发出本性之光的业界良性越来越少 而称之不齐的花钱填充了现代文明 对吧 在国产游戏界 游戏靠的是天价道具和美女玩家来博得贺彩 时过境迁了 现在的国产游戏真他妈的幸福 随便一个臭妈逼的垃圾玩意儿都可以赚得瓢盆满波 难道不是吗 不然他们何自有家里购买国外先进安贵的游戏引擎 难道不会吗 某某自称国产虚幻山引擎游戏开发者在微博上一直延迟告诉我的 难道没有吗 当自己制作的游戏被吐槽 他们总是会大胆站出来解释外国引擎怎么怎么贵怎么怎么不好使 当他们抱怨的时候 我们却看到国外业余玩家使用免费开源的游戏引擎 制作出了一步步的独立精品游戏 敢问国产游戏 路在何方 路始终还是在你们的脚下 那么到底外国的先进游戏引擎能不能被开发者使用好 请一起和厂长进入今天的主题 从光荣使命和国外游戏引擎运用 关荣使命 我许多说 来头很大 巨城市南军军区有关部门 与游戏巨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历史两年携手开发 游戏的宣传点琢磨军事模拟 再加持军方支持 曝光率那是相当高 以至于游戏民用版还没出来就网友预约让我去吐槽 我当时就捂了封底操的妈咪了二教老爷了 一款还没出来的游戏你就让我去喷 后来出于对游戏本身作为国产首款军事授权的军事模拟游戏的宣传血淘产生的极浓厚的兴趣 我游戏玩到了游戏的军用版本 值得注意的是游戏的宣传很耐人询问 比起那些动不动就虚幻山引擎打造的高强度洗脑广告 这款用虚幻山开发的国产游戏 却从来没有在云霄场上大肆补吹自己所使用的引擎 有什么技巧吗 一起进去看看 等等 你认为我会傻到直接就进游戏开始游戏平仓 COME UP 即便是真枪实弹的AV也是会有前戏的 不然加特异也不醉这么火 于是我进入游戏的安装文件目录 我突然想到了前段时间一群涅鱼爱好者制作的虚幻山引擎免费设计游戏 辩解者黑叉黎明 这不是一款游戏 应该来说是罗组 但是这个光荣使命的文件和这款游戏的文件相似度近达80% 难道过不起的在光荣使命军用版文件中发现了UDK三个赫然大字 UDK虚幻引擎开发工具包 是APP公司在2010年宣布对外发布虚幻山引擎的免费版本 那么这款巨人网络开发的军用版游戏使用了免费引擎 可以说明2.1 光荣使命军用版的画面表现不可能完全展示虚幻山的风貌 而开发难度也比我们想象的少很多 2 光荣使命名用版要是再用UDK就完蛋了 幸好光荣使命军用版并非商业用途 我也确定名用版应该更换了引擎 因为一则题为光荣使命名用版画面技术全面升级的新闻赫然在目 那么我们降低期待度再去军用版 游戏给我的第一项实在糟糕 首先就是 同志们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 然后画面的整体效果不见人意 远景的处理实在是没虚幻山的风采 看看远处模糊着紫山和蛋包的终于素 我实在是痛苦 当然最累人了当初游戏中的音效表现 这声的低劣音源我是再熟悉不过了 任何音效素材我们都可以随意找到 但游戏却反复重复的使用 比如榴弹命中 战斗机头大 塔克到炸 这实在是让人抓狂 而游戏的音化不同度非常严重 榴弹吹火堡围震 包围在右边 但那个 是从我左伸道发出的 这就是音源和触发脚本有失 后来一位参与了游戏开发的员工告诉我 游戏开发中军方只提供了七母器配合式的女 这种武器是统统的没有 看来游戏开发过程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 幸好游戏雷人的地方只有一二两关 从第三关开始整体表现要好许多 得利于军方支持 游戏的枪模做的不错 有武冲的建模很出色 个人感觉要好于战地山重返卡坑岛 里面这两种作为奖励要素的武器 但八八局就让我很难接受 前端的这部分浅潮缺乏力的感觉很业烈 没有那种突好有致的感觉 在人物动作方面 由于真人捕捉的缘故 人物动作很自然 游戏得利于虚幻3 光影效果很出色 特别是夜晚的机关 晕照的不错 但游戏最大的问题在于它的单人模式 其实并不好玩 这种线性脚本游戏 如果区分晕照的不激励 玩家很难投入进去 光荣实名恰好没有做到这一点 对于国产游戏来说也很难做到这一点 担任模式对于多人模式的开发要求更高 大量的运算和演绎 这就是为什么国产游戏大肆购买国外遗迹 画面散去 但游戏可观性和系统依然停止不起 光荣实名的单人模式大多是启怒人物 反正这个人物贯穿游戏时装 因为你始终只能待在这个当下 他不走你走任务绝对失败 考虑到游戏的民用版由巨人网络运营 游戏的侧重点绝对不是单人模式 而是多人年纪 所以从多人年纪的角度上来看 画面打击感还是能够让人满意 你不信 可以先我们这个AVF做一个对比 那总之从雪袋上海到大庆寒假 再到光荣实名 进一步呢 我们是看到了 但是究竟能否经得住设厂的考验 还得等游戏民用版出来才能下结论 国产游戏运用国外引擎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在想 光荣实名要是没有国产 首款军事模拟游戏这样的噱头 他还能这样活吗 我做到这里我就突然想到了 和我们一样喜欢购买国外游戏引擎的 韩国网游开发厂商 比如典型的这个老财soft的永恒之塔 有人一看到永恒之塔就要站出来发现自己对游戏的不满 最后本期视频只针对制作商的游戏开发技术 如果你对盛大的代理服务有种种不满 那么你走错片手 永恒之塔是韩国头号游戏开发展商 老残soft的大手语 游戏在韩国风生水起 常年占据排汗把头把教育 至于为什么在国内不温不火 这关我屁事 游戏采用著名的游戏引擎 CRY ENGINE 什么你没听说过CRY ENGINE 好玩不好学 其必赢 CRY ENGINE的代表作 就是孤导精魂 当然对于那些半温水想进展自以为是把CRY ENGINE和孤导危机联系起来的中二我就不说太多 虽然韩国人被称作棒子 可是人家认证起来真不是盖位 同门同桌 永恒之塔的画面表现来的比孤导精魂更好 青森兰的规律在实际游戏表现中被彻底展现 当然这和永恒之塔的开发周期和投入 以及之前开发天档系列所累积起来的技术经验密不可分 因为永恒之塔在本地的成功 游戏的延展开发一直在持续 时至今永恒之塔经过不断更新 已经到达3.0版本 而游戏画面比出版还要强力 当然针对国内开发厂商以游戏引擎为宣传第一 存卖花瓶的台语去制作游戏 永恒之塔的成功不仅是画面的强劲表现 游戏系统的娱乐性和成熟性 才是一款游戏生命力持续的关键 永恒之塔恰巧发挥了CRY ENGINE的易用性和扩充性 以魔术世界系统为基础 打造出了属于自己的领域对领域模式 玩家与游戏世界互动 欧比斯战场制作系统等等特色模式 系统的打造其实比画面的开发更好力好值 国产网流的良心制作剑网三连我 这样的挑剔的单机玩家都不仅感动 但是画面出众的剑网上正是为其比起前作大幅更改的系统 造成界面功能混乱 过长的更新频率和不稳定的游戏运行造成了其在国内并没有延续 其刚开始的那个红气 初次见面永恒之塔的系统和三口山如出一枕 但为什么人家就没有那一构浓浓的山寨气息 反而扩充了自己的一瓶天地 我们口中不屑的韩国人心 走在天朝必得一群追寻男女未见偶像云面热泪瘾狂不喜好 背负测血的指定力拳脚相加 这些韩国人为什么有这样的气场 到底是天朝的愚民态度 还是自欺欺人的人态度 国人骂棒子的时候嘴中也会不尖尖蹦出抄袭CF 不管CF如何至少他火 以CF为代表的韩式网友文化 至少占据了我们思维迈的权眼 请注意哈韩不是韩国人要我们去哈的 是有人自己心甘情愿坐流坐马 不知羞耻铁了心要去哈的 这就是现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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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